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惹是非 这回扛上了民主党一名女性参议员吉利·布兰德 特朗普日前在推文中说 布兰德经常来找他 祈求政治现金 而且为了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把布兰德说成像是妓女一样 当事人当然不买账了 动言会抗议到底 而除了当事人不满被歧视之外 就连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暴张 今日美国也出声了 今日美国透过一篇标题为 特朗普的下线是否会跌到谷底的社论 批评总统暗示联邦参议员会为了竞选现金 提供性方面的行为 已经证明特朗普不适合当总统 不够资格打扫奥巴马图书馆的厕所 或擦亮前总统小布什的鞋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今日美国是寻求政治中立的媒体 该报之前也不曾为任何一位 总统支持的候选人背过书 因此这一次对特朗普下狠话实属罕见 NDP7综合报道